在你面前是一份初中升高中的 数学模拟考试题 我们在十四五岁的时候都做过一次 以你的数学能力应该很简单吧 时间一小时 只要你能达完这份试卷 无论你拿多少分 我都答应不再过问天眼系统的任何事情 天队长 我有事要向你汇报一下 不要说了 这个事情我已经很清楚了 既然这样 我们就更不能在这时候 让特性主取代我们 阿借为了对付塞坦窗里的天眼系统 我们不能这么对待它 这个我明白 但是 它连一张初中的数学试卷都没办法完成 它如何有能力领导你们呢 换一顿想法 你应当相信 它能通过这次测试 阿借一定可以的 它才通过统一考试 同考的题目没有中考那么多的数字计算题 阿借 顾旧同学 你把血都吐到试卷上面了 来扣你卷面分了 时间到了 为了公平起见 我们特地安排了另外一位测试者 跟国舅同学一起进行测试 顺便介绍一下 这位测试者 今年刚好初中二年纪 郭舅同学 今天发挥了点市场吧 郭舅同学 你不是号称数学天才吗 我可听说你们郭氏家族的后代 个个都是异常充裕 怎么到了你这儿就不行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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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说 事实上 你根本就不是郭氏的后人 而是一个野主 原来这里真不适合你 我倒有一个地方 这是你 北奥的变化真大 对不起 长官 以后在没有外人的时候 可以叫我爸 好的 对不起 爸 这么晚才把你接回来 不用说对不起 我已经回来了 我在飞机上听说 你召集了一批科学家 想破译这两条公式是吗 那群科学家 人两个小孩子都不如 这两条公式 领先了人类几百年 除非是天才 不然没有谁能参逗的 那您现在有什么打算 这两个天才 就算抓住他严刑逼供 也不可能在他们口中 得到任何一条公式的秘密 不过 只要让他们共处一身 我就可以利用这两个天才之手 得以还原一副 人类生命的稚固 明白 交给我 现在只需要保证 这两只小猴虎都在笼子里 我们在笼子吃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